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我們這集和大家看個案件。 這個案件講到安徽有一對夫婦坐火車回鄉下途中,老婆竟然在廁所憑空消失, 事後老公竟然要求鐵路局賠償96萬。 離奇的事,鐵路局好難以置信,到底發生什麼事呢? 她老婆到底去了哪裡呢?我們一齊看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吧! 2013年10月12號,由上海開往浮陽的列車上有個男人突然對著廁所大聲喊, - 快點來人呀!人呢?人去了哪裡呀? - 啊!這個這樣的叫聲是令到整個車廂的乘客、警員、票務員全部衝過來, 就見到個男人站在廁所前面不停喊著自己老婆的名字, - 問完之後才知道她老婆竟然在去廁所期間憑空消失, - 那個袋子留在廁所上喊! - 那個男人所說的話令到乘務員嚇倒, - 她覺得根本無可能呀! - 那麼大個人有什麼可能會不見呢? - 這個男人叫道長江, - 她的說話更加令到乘務員覺得好好笑, - 因爲她找老婆的時候, - 發現個槍是打開了的, - 所以她認為她老婆是跳槍走的, - 但是乘務員不信呀! - 因爲這一個槍非常之細, - 根本無可能容納到一個成年人呀! - 聽到乘務員的說話, - 道長江都開始懷疑, - 難道老婆在正門下車, - 但火車上的車門都要用乘務員專用的鎖匙才開到的呀! - 因爲她老婆是不可能在正門出去的, - 於是乎她認為自己老婆應該還在車上, - 於是乎她逐個逐個車廂找, - 道長江將每個座位都找完, - 由第一個車廂找到最後一個車廂, - 來來回回找了幾次, - 但就找不到老婆, - 無奈之下, - 只能下車回回南京啦! - 在南京的公安局報案, - 警方一聽, - 有人在火車上失蹤, - 覺得不可思議, - 於是乎就組織警力, - 在鐵路完線去找人! - 在這時候, - 道長江都沒靜下來的, - 亦都在周圍打聽老婆下落, - 但估不到呀! - 過了沒多久, - 警方就找道長江啦! - 然後就問了一些他老婆代經經外貌特徵, - 而警方的舉動令到他心裏很不舒服, - 很不安, - 她問警方到底發生什麼事了, - 但警方一句話都沒說, - 只是叫他跟著自己去, - 很快, - 道長江就去到離開南京火車站2公里的鐵軌旁邊, - 這個位置已經圍滿了警察, - 道長江都還未反應到, - 警方就叫他認屍, - 聽到這句話, - 道長江這一下, - 是整個人呆了, - 這條屍體是他老婆來的, - 無可能呀! - 道長江不敢相信自己老婆死了, - 而令到道長江更難以接受的, - 就是警方得出的結論, - 就是老婆是墮車, - 導致頭腦損傷去世, - 而這時候道長江更疑惑, - 火車上的乘務員明明就是說, - 說廁所不可能是被一個成人通過, - 老婆到底怎樣跌出去呢? - 而警方所得出的結論, - 亦都令到鐵路方好驚訝, - 但廁所就只有這隻窗, - 是沒有任何能夠通到外面的渠道, - 而且由監控裏面看到, - 戴京京根本就沒有在廁所出過來, - 所以鐵路局就認定 - 戴京京應該就是跳槍導致死亡。 - 對於鐵路局的這個說法, - 道長江不認同, -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鐵路局是否認了跳槍這件事, - 現在又說回來跳槍, - 道長江認為他是在推卸責任, - 於是負找律師了。 - 經過律師的測量發現, - 廁所窗戶開口直徑是12.5厘米, - 根本沒有可能通過一個成年人, - 所以代京京跳槍這件事, - 這個說法根本不成立。 - 見到道長江這麼執著, - 鐵路局就找了一個女仔, - 這個女仔跟代京京體格差不多, - 就親自做一個實驗了。 - 而實驗結果令到鐵路局都嚇到的, - 因為這個乘務員無論是上半身還是下半身, - 竟然都可以在這隻窗那裏轉到出去。 - 甚至乎是藍的乘務員都可以, - 鐵路局馬上把這些照片發了給道長江和他的律師。 - 但道長江和他的律師就推翻了這些證據, - 因為他們覺得鐵路局在無證人的情況之下, - 用自己人做實驗, - 這個結果是不可取的。 - 就算他老婆真是跳槍, - 亦都是你鐵路局的防護措施無做到位, - 所以你鐵路局必須要承擔責任。 - 而道長江就向鐵路局去索取96萬的賠償, - 但鐵路局認為代京京, - 他是自己有意識跳槍的。 - 鐵路局不應該負擔全部責任, - 所以就不同意道長江所提出的請求, - 雙方爭論不佑。 - 不過現在代京京死了啦, - 廁所裏面亦都無監控, - 是無人能夠證明得到代京京到底是怎樣跌下去的。 - 只能夠是根據現有證據推測, - 他主動跳槍, - 但代京京為何會有一些這樣的舉動呢? - 去到這個時候, - 道長江就開始講其中的隱情啦, - 他兩夫妻坐火車, - 返向下, - 最後變成要索償96萬, - 老婆還死了, - 道長江的心一定不舒服的。 - 但這件事為了令到他能夠繼續查到下去, - 道長江唯有講一講他跟老婆的事啦, - 道長江就說, - 其實他一直都知道老婆有想跳槍的想法, - 所以在火車上面, - 他一直都寸步不離跟著老婆, - 就算去廁所都跟著他。 - 不過他猜不到, - 他老婆在凌晨, - 趁著他放鬆警惕, - 再一次去到廁所, - 還在窗上跳下去。 - 為何他老婆一直想著跳槍呢? - 原來是道長江的親戚, - 以外發現杜晶晶出軌, - 外面有第二個, - 即是說道長江戴綠帽, - 道長江好生氣, - 心痛, - 但為了家裡的老人家, - 還有小朋友, - 他決定原諒老婆, - 而他今次回家, - 就是希望老婆能夠改過自身, - 兩個人好好地生活, - 但道長江想不到, - 一路上他老婆在求自己, - 叫他放過他, - 甚至乎, - 求自己的表妹, - 叫他表妹來勸道長江分手, - 道長江覺得老婆已經沒有任何顏面去面對老人家和小朋友, - 所以老婆根本不願意跟他回去, - 一路上老婆用各種藉口去遠離道長江的視線, - 但沒想到, - 道長江看得那麼緊, - 一直去到半夜, - 道長江才有機會, - 當時道長江沒有想太多了, - 但老婆去廁所很久都沒有出來, - 道長江於是乎心急, - 就去廁所看, - 見到廁所有人, - 認定老婆在裏面, - 後來去到南京站時, - 道長江見到老婆的袋還在廁所掛著, - 認為老婆還在廁所沒有想太多了, - 直到半小時過了, - 老婆還未出來, - 才意識到不對勁, - 於是乎急急忙忙, - 打開廁所門, - 發現老婆已經不見了人, - 只留下個袋在外面, - 迷惑她, - 道長江沒想到老婆為了不回家居然跳槍身亡。 - 雖然老婆主動跳槍, - 但道長江仍然認為鐵路局有責任, - 堅持要她賠96萬, - 最後鐵路局見到她沒有老婆, - 而且件事發生在車上, - 所以卓程賠償2萬2千元給她, - 但道長江就不願意了, - 她將賠償金降至60萬, - 不過這件事後來就不知賠償金額到底去到幾多, - 因為找不到資料, - 而且她也查到老婆是自己跳下去的, - 變成鐵路局的責任都不太大, - 而其實另一半出了鬼的話, - 這段感情其實很難回到以前那樣的, - 就好像一張白紙那樣, - 你拿槍它, - 即使你再鋪平, - 它永遠都是槍的, - 接狠會在這, - 就跟感情一樣咯, - 如果是發展到這樣的地步的話, - 其實放手, - 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解脫啦。 - 好啦, -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- 大家有什麼想講, - 下邊留個言啦, - 我們下集再見啦, - 拜拜! - 拜拜!